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也是好久没做装机视频了 最近也不知道为何 科研越锁着我们组装计算用主机的用户越来越多 可能是我们凭着做视频那种像写论文一样的严谨态度 虽然很多厂家的公关部门极为反感 注意是公关部门 很多厂家的研发部门还是很喜欢我们这种测试的 能够发现产品问题并及时改进 可能是我们这种理工男的思路 比较能博得搞科研用户的认同 所以接了不少服务器的单子 今天装的就是一台双路智产的主机 可能大家平时接触这种机子不多 就和大家聊一聊 配置的话客户主动提了一些要求 必须英特尔吃亡路平台 128G内存 要上专业卡 固态4个TB 我一看地址 居然是个C9高校在海南的研究所 海南岛的最南边 从事的基本上是海洋和生物相关研究 其实之前又有个海南的科研客户 是文昌航天发射厂的 一开始机子是寄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 后来他居然把机子从西昌搬到了文昌 然后非常不巧 机子到了文昌就出问题了 开不了机了 还寄回来售后 就感觉特别的不好意思 感觉我们耽误了航天事业了 说过来这台机器 客户的要求比较急 基本就是只能找一些本地现有的现货产品去弄 所以说配置如下 英特至强金牌626双路 16核32线程 机频2.9G TDP150W 从参数上看感觉还不如价格便宜不少的5950X能 也是16核32线程 而且5950X的频率比626R要高很多 不过人家两个一组A就是32和664线程了 和AMD内的3975WX是同位格的 不过人家就是要英特尔双路的 说是软件优化问题 而且3975WX可是比两个626R要贵多了 配套的主板更贵 主板用的是华硕的WS-C621e Sage 居然报道上还写了支持Win11 这个系统目前bug还是一堆 除非是12代CoreaA大小和调度问题 你必须要装Win11的话我们是能不装就不装 省了一堆破烂事 就比如说32G内存在Win11下玩地面线5 居然还会提示你内存不足 这种服务器机子装Win11 那不就是自己找麻烦吗 甚至说我们装的Win11都是装的那个专业工作站的版本 这个EATX双路的LGA3647主板 12个内存插槽 7个PCIe插槽最大支持4张显卡跑PCIe30X16 可以玩4路4E 上面各种芯片密麻麻的 数字枕断针和开机按钮都是必备的 甚至有一个风鸣器 存储方面是4个U.2接口 10个SATA口 不过只有一个M.2接口 猛一看你觉得这个主板5000多的价格挺贵的 但是和ROG Z690那些板子比比卡 发现价格居然都差不多 但你看看这个主板的规格 就觉得是ROG板子卖的太贵了呢 还是太贵了呢 主板这甚至它有个TF卡槽 不过它不是当读卡器用的 是在无硬盘的时候读取TF卡里什么特定系统 具体没有多研究 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这里吐槽一个东西 可能大家接触的不多 就是所谓的先买硬件 后面再付费解锁 有点特撒的感觉 Lens旗下的频道TagQuickie也发过视频 聊到英特尔在2010年的一个类似操作 就是你本来装的是奔腾处理器 你可以花50刀买一个升级卡 把密钥输到电脑上 就可以解锁处理器上已经有 但被屏蔽的缓存 还能解锁超线程 基本就是把奔腾变成了一个频率稍低的i3 视频里还说 英特尔计划在志强处理器上搞差不多功能 先买 以后再付费解锁硬件功能 非常恶心 别以后硬件产品都跟软件一样搞定源制了 硬件买回去的还得每个月掏钱才能用 会有这一天吗 说回来 这块C621主板上有这个白色的接口 叫做英特尔Virtual RAID on CPU 叫VROC 英特尔官网介绍的这个是面向企业的混合锐的解决方案 主要是这类的NVMe硬盘 可以给NVMe固态组锐的充分发挥性能 这里我放一段英特尔官网对此的解释 注意这句话 VROC硬件密钥 就是插上去这个小东西 你才能用英特尔这个VROC功能 给NVMe硬盘组锐锐的 东西我大概搜了搜 淘宝基本在1000块潮上 这个功能其实主板硬件里支持的 但是你用不了 你得花钱买个密钥才能用 厉害不厉害 这个VROC还有个支持NVMe的固态列表 基本上都是英特尔自家企业级固态 虽然英特尔消费级固态除了660P基本上看不到啥了 但是企业级已经是赚钱的大头了 不过好在这边还有些第三方的 虽然还有华为的 像三星的PM983 其实有好多矿盘 22160规格的 其实巨便宜 也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虽然这个功能客户用不到 但是看了这个还要花钱解锁就觉得特别恶心 就想吐槽一番 真别当了哪一天 硬件都得搞订阅值 你不交钱 这硬件就成废铁了 说完主板我们看一下内存 内存是三星的 啊 ECC 3200频率 32Gx4 主板芯片组其实只支持2933的 但是好像订货就只能订到3200的 也就都能用 其实主板有12个插槽 也支持6通道 而且这个条字真不贵 就1000多一根 不过客户买之前觉得128G内存够用了 说到这次以后 就感觉12个插槽 只差了4个 就感觉有点空 有点浪费性的 注意ECC和RECC是不同的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大部分都是RECC的条字 专门给服务器用的 相比ECC R就是多了个寄存器 RECC只能给服务器机制用 ECC有的是能插在普通平台上用的 之前老第1号做过一个关于ECC和RECC区别的视频 可以去看一看 基本都是跟减洋垃圾 还有什么AMD专用条 才会去特别关注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Rx8 Rx4 它到底用起来有啥区别 其实价格差40块钱 讲实话我也没有仔细去研究 只是看到大家基本都是用的Rx4的条字 就不要去省这个钱 省得出这些问题 这里有要解的可以补充一下 RECC的条字 实际上理论上是只针对OEM客户的 不针对个人客户零售 就和三星的PM91这种盘类似 甚至说就是服务器上拆机的 但是京东自行上它有个三星内存京东企业构起电店 那这个店里的三星RECC条字是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翻了翻这个16G RECC下面的评价视台图 我看到OE年3月的评价里 条字生产日期居然是18年第三周 32G的RECC下面 OE年6月的评价 条字是20年36周的 不懂这个条字到底是什么来路 到底是全新的还是服务器拆机的 反正我们这个RECC条字 是21年15周 至少还是21年生产的 实际上是固态 用的是西数企业级的SN640 3.84T 这个虽然是OEM产品 但是也很神奇 西部数据京东自营企业的支援有卖 当然价格也是标的非常贵 企业级硬盘的话 京东自营基本价格都是这样标的 实际上我们之前说过一期SN640的视频 大概是一元一G稍微多一点 比SATA接口的三星860 Pro 4T是便宜好多的 当然毕竟人家是MLC的绝唱了 但是SN640是6.2接口的NBME硬盘 读写是能上3000的 说是之前奇亚比换换火的时候呢 有人找厂家的中国去订了一大批的SN640 当时有一些厂家人员一激动 没说人定金 结果盘到了以后 硬盘挖矿梁了 人家不一样了 但是这么多盘在这啊 所以SN640基本上要有量 价格都是能砍的 所以现在价格特别便宜 还有点要吐槽的 华硕的WS-C611 Sage虽然有四个U.2接口 但是它不提供U.2的线 买一根iPadro挺贵的也要100多 倒是10个SATA口 它真的给了10根SATA线 毕竟10根SATA线都没有一根U.2线的零头贵 其实很多普通用户是把这种U.2的硬盘 直接插到PCIe的转接卡上 这种生存生产的转接卡非常便宜就几十块钱 比原厂的U.2线都要便宜 不过我们肯定还是求闻 几万块鞋的机子就别用那些山战产品了 机械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8TB的悉数企业盘 8TB是空气盘 12TB网上都是亥气盘了 10TB也有空气盘 但是现在很少看到这个容量在卖了 基本都是12T起步 以前空气盘8T 单TB容量是最便宜的 亥气盘14TB 单TB最容易 那个时候S Plus 我就买了一堆的14TB去主的NAS 不过最近它不知道为何 16TB的价格在狂跌 就比14TB的贵50块钱 虽然说现在基本上买的最多都是16TB盘了 我们的淘宝店 常安客店淘宝店靠我们有收费 反正比京东自营要便宜多了 不过需要注意 企业盘 噪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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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双器的话没太多说了 猫头鹰的U14S DX3647 因为CPU也就是150W的TB 而且核心面积也大 其实四双器压力反而比普通的U要小 三双器还一足的硅脂能 电源海运的GX1300W竞牌全模 我真的想不通 它海运干嘛要保12年 你这得保修到2034年啊 显卡 RTX5000 16G公包 专业卡 荷包和公包一般就差几百块钱 保修一样都是三年的 主要是荷包没货了 RTX5000其实就是2080CPU的核心 显存大小有16G 因为客户前面 杂七杂八东西弄完以后 预算就剩下这么多了 3090比RTX5000要贵了好多 再往上的话 RTXA5000比3090还要贵 再往下的话 RTXA4000虽然是暗配架构 但其实就是3070同规格 都太差了点 所以最后就选择了RTX5000 你别说这个卡的外观跟远峰蓝倾向 就是没有背板很坑 而且显示器接口是4个DP HDMI显示器或者电视就没法用了 最后剩点钱就随便找个 EATA的机箱 就用了追风者的PK620 这个机箱器是能装双系统的 能再塞个RTX主板 主要还是价格便宜 装机过程其实除了CPU的安放 别的和普通装机没有什么区别 LGA364G不像别的CPU 有个盖子压着 也不像AMD有个塑料保护套 就是套一个塑料扣具按上去 然后是完全由散热器的螺丝固定的 所以这玩意如果下掉散热器的话 那一定要把CPU取下来 就剪安装好塑料保护盖 别的就是群装安装 啪啪啪就解决了 开机后发现 机箱还有一个小的RGB灯带 点缀一下 挺有意思的 机子装完了 我们简单跑个分 开机字典时间比普通平台要慢不少 BELS还是这种比较古老的界面 全英文的没有中文 因为一般也不会进去调太多东西 虽然有超频选项 但是服务器稳定使用还是别自动了 跑个分R20为12287分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高 12910K和V650X大概有10500分 R23的话全可跑分为32050分 你稍微改一下BELS中的CPU性能释放选项 R20全合能到13691分 但是长时间用的话 还是用主板的模特设置 单靠FPU的时候 可以看到温度也就70多度左右 CPU就被限制在TDP150 这就是今天装的这个双路智强服务器主机 其实和安装普通机子没啥区别 主要是配件的兼用性选择的一些东西 以及一些服务器主板上大家不注意的功能给大家做个介绍 这是潮热客 我是建狗 下次再见 拜拜